你看到现在真的双方都已经很不耐了 所以大杀气使出来 除了这个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 到最后怎么样 惨败收场之外 还有一种方法叫做和平收场 两个方法要用哪一个 战场上也有很多的意外 俄军本来用这个大杀气 500公斤的航空炸弹去打乌克兰 没想到打歪了 就掉在自己的土地上 扎在地下5米深 打出了一个40米的大坑 你想想看多可怕 这个俄罗斯人自己仓皇逃命 自己闯的祸也没办法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最新的消息 跟大陆已经官宣了 央视新闻告诉你 习近平同泽伦斯基通电话 时间是今天下午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 应约 大陆一定会强调主动被动 应约就是被动的 对不对 邀请我打电话我就打电话 应约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电话 双方就中乌关系 跟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有没有 权威发布 好来 这个当我们一并讲 这个韩兵 这真是石破天津吧 对不对 这个大陆动作真的好快 发布了那12点声明 12点立场之后 不是全西方都在唱衰他吗 怎么可能都在反对吗 但是当时大家就注意到了 普丁是赞成的 是愿意的 那泽伦斯基也欢迎 对不对 这么快 那才多少 现在已经 现在今天4月底 一个月吧 左右立刻电话就通上了嘛 然后我们看到最近不是关于这个 卢沙也的驻发大使那样谈话吗 这个华游还特别写一篇 泽伦斯基你真的要跟习近平通电话吗 还要吗 电话就打通了 好 所以这时候 习近平打的那通电话 韩兵觉得呢以大陆的作风体制 应该是下面的人对接的差不多嘛 习近平才会打这个电话 要不然呢 难道习近平跟你从细节开始谈起吗 所以你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大陆向来秉持一个原则 就是他不动者一动一定要 对 整个全盘一起动 然后一定要达成他的目的 像他只不过才没几个礼拜前 他促成了沙烏地跟伊朗的和谈 现在沙烏地跟伊朗已经准备要贸易对接了 这个速度非常的惊人 像你看美国常常跟我们讲说 我们决定要跟台湾怎么样怎么样 一讲三年五年十年都还没发生什么事 那可是中国大陆他一讲 马上这边就开始动 这表示什么 表示先期的中间的磋商 然后整个布局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 他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稳定 而且有十足的把握之后 他才公布这个东西 那同样的 其实习近平要跟泽伦斯基偷电话有什么难 所以时打电话 我相信泽伦斯基一定会接 习近平为什么一直不打这个电话 然后再次特别强调是应泽伦斯基 我觉得他们很注意这个东西 第一个他要告诉全世界 不是我主动找他 是泽伦斯基要找我 谁有求于谁 那泽伦斯基为什么要找他 显然就跟西方国家所说的不一样 泽伦斯基也想和平 他并不是认为说 就是完全不要和平 他就是要跟俄罗斯对抗到底 泽伦斯基不是站在这种立场上 只是双方的条件可能有所不同 那第二个 他会在这个时候愿意接泽伦斯基的电话 表示之前私底下 不管在俄罗斯方面的功夫也好 乌克兰这边的功夫也好 他都已经做了很多了 甚至西方的欧盟的这些国家的态度 他们大概也都深入了解 所以他大概有一定的把握之后 他才敢接这个电话 因为接这个电话 他还会故意跟大家宣布 表示这通电话的内容是有建设性的 那当然目前我们只看到说 他会派一个特别的 这个乌克兰特别事务的这个人 去了解乌克兰那边当地的需求 那显然这就是和平 就是至少中式的这个和平计划 已经开始向前推展 我觉得这个是好消息 对 全世界来说都是好消息 那当然进展会不会这么快 我觉得也未必啦 但至少有个开头了 那有个开头就容易 能够大家彼此可以慢慢慢慢 向趋向于停火 然后跟他磋商 然后面对面来谈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所以我还是要请教一下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最新消息 来导播帮我换刚刚那张最新消息 央视正式官宣了 字很少信息量就很大 大家知道了解大陆都知道 我给大家讲一些细节 除了确定双方在肩下午通电话之外 目前大陆也会派出 中国政府的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到乌克兰等国去访问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之前那个文件叫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来进行一些深入沟通 同时中方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人道援助 希望能够愿意继续提供能力 来能力所及的一些帮助 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的讯息很大 有没有 不只是我之前文件先丢出 告诉你 然后电话也打了 我的代表也马上要启动了 去了还是不止乌克兰 然后善意也释出了 东西也给了 委员 前一段时间马克宏 到北京访问的时候 还当面跟习近平主席肯托 可不可以跟这个折兰斯基聊一聊 这马上变成大新闻 那其实 中国的新闻媒体一直有传说 等到习近平主席去跟普丁总统见面 回来了以后 会找适当的方式 跟折兰斯基联络 那这个折充的一段时间 今天终于通上电话 拜登都还没通上电话 折兰斯基通上电话 可见乌克兰在中国的心目中 比美国重要啊 简单讲不这样子嘛 拜登有趣啊 不是 我说拜登要跟习近平通电话 都通不上啊 折兰斯基一下就通电话了 所以这表示什么 乌克兰的问题在中国心目中 比较急 比较重要 那美国那些 罗里巴授的事 暂且搁着不管他 反正聊也没什么好聊的 那这里面表示 中国真的很诚心诚意 要去帮助俄乌的战争 赶快落幕 赶快解决 因为你刚才讲那残酷的事情 其实行为很难过 他们是同一个民主的 他们都不是 比较举个例子 俄罗斯的国王部长 邵以古的妈妈是乌克兰人 这搞得很复杂 双方的激情极端的人都会有 可是眼看着 我们也希望他们 真正的领导人能够稳住局面 那现在如果说习近平 因为跟两方面都有恩无怨 后面那一期新闻稿很清楚 我们过去对乌克兰做很大的帮助 人道主义的帮助 未来会继续协助 这什么意思 我总该不能敲锣打鼓 帮助乌克兰 对俄罗斯不好交代 那我也不能敲锣打鼓 说我帮俄罗斯 所以上一次不是 栗战书去莫斯科访问 稍微露了一点口风 这紧张了中国大陆外交部 赶快说回一下回一下 没那么严重 这表示中国真的很诚心诚意 希望你们俄乌双方面 你们本来都是远亲好友 可不可以坐下来谈一谈 有大事拖一拖 不要打来打去 死那么多人 大家疑心不忍 那如果今天通完电话 而且马上要派出这些代表团 就表示泽兰斯基一定同意 这个习近平所提出来 那20点计划的基本条件